蓝图的梦想家出了一个新款 之前的日子里面 我看小贤对这车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我认为梦想家几个词 各自MPV的车厢特别合适 因为这是一个全家出行的车 所以咱们今天试车就来看看 既然叫梦想家 能不能成为全家人梦想一个出行的家 这样的一个定位 好吧 来看看这个车的细节 梦想家这个车的基础参数 有的朋友还不太了解 这个车首先车长是5米31 非常的夸张 给大家一个概念 你们比较熟知的G18这样的车 车长是5米25 它比G18还长了6厘米 所以我对它的第二排 第三排跟后备箱 还是有一定期望值的 这次新的梦想家升级点在哪 主要是在舒适性的方面 升级了蝎子的静音胎 这个对于MPV来说是比较关键的 另外轮胎我多说一嘴 宽度是255厚度是50 255的宽度 其实搁在这样的车上 并不算是特别的宽 但是是有好处的双刃剑 它并不是特别宽的话 它也就意味着 来自于轮胎部分的噪音 也会相对来说小一点 那蝎子的静音胎的话 始终是我认为不错的一个胎 因为我们用的各种各样的蝎子轮胎 它的质量跟口碑 跟抓地跟耐磨都是还可以的 另外现在它的后排 也升级了双层夹胶的隔音玻璃 整车的前后都已经是变成 双层夹胶隔音玻璃了 对于整车的行驶的舒适性 是有一个提高的 动力单元的方面 也有了一个升级 首先电池已经升级到了43度 第二动力单元的方面 前面升级了150千瓦的电机 后面是160千瓦的电机 1.5T四缸的增程器 现在的马力数也涨到了149马力 所以在舒适性跟它的动力单元 外部的信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提升 OK 因为这个车的外观 已经是不新鲜了 所以咱们在外观的部分就不多说了 您自己看就好了 咱们直接看后备箱 这个车我给它设定了 打开后备箱之后 它的空气悬架会往下降 4厘米便于你拉货 所以这就是车另一个优势 在这个价位的很多其他的MPV 都不含空气悬架 但是梦想家是有空气悬架的 这是要表一下 降了4厘米之后很明显 这个搬货的摊就要低了很多 这是要表一下的 然后另外在后备箱方面 因为它的车长比较长 它比别人的对手要长了 6厘米到1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进身 所以整个的后备箱的 这个的进身还是很有充分保障的 比如说28寸30寸的行李箱 是可以直接躺在这里面 是没问题的 这右边还能再竖一个东西 整个的这个行李箱的下部的地板下 就是常规的一些工具 这边有120瓦的点烟器 除此之外 这后面就没有其他的配件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电动的车型 对吧 你比如说 这里面给我做一个1000瓦 或者2000瓦的内部的外放电 用于长途过程中 后面装载一些其他的东西 或者是用于车内交流垫的 其他的输出也没问题 至于说什么锚点你可以没有 当然挂钩你得有 但是挂钩也没有 寒露最喜欢的东西没有了 第三排的扩展形式 就是直接靠边往前放 放完之后 这地面上会形成一个盒子 这个形式就可以放一些 不在乎落差的 其他的一些大件去往前放 总之来说 后备箱放成盒子的扩展形式 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疑问 然后因为毕竟上 MPV把第三排完全放平 还是挺难设计的 这里还是有电池跟电机 这样的设备的 OK 好 我们现在上车 好 坐进车内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司机位置的 简单的感受 那这个司机位置 第一眼视觉就是 这个米色的内饰 其实整个的清新程度 还是不错的 这上面都是 翻包皮的材质 这个对于同档的MPV来说 一般很少有 上面用翻包皮 或者整车顶方 全是翻包皮的 而这个三角窗的视觉 给人感觉通透度还是不错的 因为你现在距离前面 那个防火墙跟鼻子比较远 这个三角窗 对于弥补视觉 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间的这个小表 上面悠悠 那个蓝灯显的 这个档子感 还是不错的 这个蓝灯如果做不好的话 容易做的比较切的 这个小表上的这个蓝灯 还是有呼吸效果 然后至于说中控的设计 就跟现在大家一样 这个大连屏什么的 这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新鲜了 不属于那种 特别跳的中控的设计 然后门板的上缘的位置 是底下带有很软的 海绵的糖素的材质 这个让人比较意外 因为这个就是海绵的 往下按的形成还挺大 而这上面的也是软糖素 这底下也是带有 软海绵形成的糖素 整个的手能摸到的这些位置 都是一个皮质的包裹 这个中控的中间的位置 也都是皮质包裹 所以这个车 我觉得对于三四十万的 这个价位的MPV来说 做工用料的前排 司机位置是没啥太多的问题 OK来看一下配置方面的事 三块屏幕最右边是娱乐的屏幕 中间这个大屏幕 这边是行驶 只不过中间这个大屏幕里面 是寒露用不上的百度地图 而不是高德地图 因为我毕竟手机登陆 什么都是在高德地图的 这个里面来实现 聊MPV的这个配置 其实前排座椅的配置 非常的重要 这一代升级了前面的按摩 所以说加热通风按摩机翼 这些很重要的元素 都已经是必备了 尤其是机翼还是很重要 家里面的司机开完了 偶尔男主任开的话 这个座椅机就省了你 俩调来调去了 这样的一个前提 单拿的音响 会有一个基础的音质的保证 好咱们看一下 前排的人进化的体验 这边是有眼镜石的 这个眼镜石的容量还是挺大 然后整个遮阳板 遮阳板的镜子的面积 比别人要大 这个还是不错的 这边也是挺大的 这是我最近看过的 遮阳板化妆镜 面积最大的一个车了 然后整个的车机的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反应的速度 这个BioWood的车机芯片 反应速度还可以 而车机里面有一个小功能 这个小功能就是 在车辆的设置里面 这有一个车辆小程序 然后它会生成一个二维码 生成这个二维码之后 我在后排 拿任何的能扫码的东西 一扫的话 都会弹出一个小网页 在网页里面 就可以对车辆进行更多的控制 所以不一定非得是 后排的整个装这个车的 什么自己的APP之类的 用临时的二维码扫码 就可以对车辆进行控制 这点在别的车上 还没有出现过 我觉得做的还是挺有创新的 这点 好 T字区呢 整个的空调出风口 现在都是手动调节 特别好 没有搁在车机里面 拨来拨去的 然后门板上的后视镜调节 包括方向盘的调节 都是直接在原位 就可以调节了 这个搁在新能源车上 已经是成了奢望的 经常给我搁在大屏幕里面 这几个东西 弄来弄去 我也找不着在哪 很烦 然后下面的空调控制区域 单独的一个面板 然后这上面呢 虽然是没有实体按键 但是是通过虚拟的按键来 放出来 而不是搁在这个屏幕里面 也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有实体按键 会更加的好 底下无线充电板 然后这是带有通风跟散热的 再往底下 一个下沉的储物盒 里面是点烟器 USB 这边是常规的背件 挡板 这都没有什么太多的 这边一搂 这个整个中间的手套箱的 这个开关的造型 也是比较类似于蓝图车标 这里面的深度还是挺深的 哇塞 被你还带一小拐弯 这小拐弯还是能藏点小东西的 OK 看一下副架的手套箱 这里面的空间还是挺大 门板上的储物也挺大 然后有带鞋的 可以搁水瓶的位置 而中间这个位置 我觉得勉强塞个1.5升可乐 都是可以塞下的 门板这个拉手底是不贯通的 是可以搁一些手机 临时做一下过渡的 然后左腿的前面 还有一个用于装高速卡的小盒子 只不过这盒子是没有阻尼的 里面也是没有贴容 我觉得这块是可以继续升级一下的 方向盘双拼的颜色 皮质我感觉稍微有一点点薄 但是海绵的握持感觉 跟皮子绷着的紧绷程度还是不错的 并且灰跟米的配色 整车的配色 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感觉 还是挺清新的 不一定非得是白内饰 这种的偏浅的米色 也是让人眼睛比较舒服的 这样的配色 好前排最后一项就是关于座椅 这个座椅皮子摸着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然后功能前面已经说了 还是OK 只不过座椅有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就是中间感觉海绵填的比较多 就是那个海绵如果是能再少一点 或者是行程长一点 有更多的下限感觉 现在就感觉坐在一个小凸起的海绵上 靠背也是这个感觉 而这靠背左边右边加紧 我是碰不着的 我就算是比较大肢的身材了 我左边右边加紧是碰不着的 你说这加紧多宽松 可以把两边加紧再多包裹一点 可以把整个的坐垫再往下设计的走一点 也就是腿部的包裹也再强一点 可能会更好 现在有点过于的宽大了 这个座椅 OK 调整好我的坐姿 咱们现在上第二排 这车上车有三个便利措施 第一个你在车里面可以设置 一旦后面拉门的话 整车的空气悬架往下走三厘米 便于老人跟孩子上车 这是要表扬的 但是是游刃有余的去使用 因为有的时候一降三厘米 它前面这门开着的时候 本来是门距离底下的那些的 马路倒崖子有点距离 但是一降三厘米 卡一下卡着倒崖子上了 前面开门的时候 所以要谨慎使用这功能 如果不使这功能的话 正常上下车的时候 小朋友是可以拉底下这个拉手的 这是有一个拉手 这还是不错的 上面是有一个给成年人的拉手 所以上下车的便利程度 这方面还OK 后面有隐私的玻璃 并且也说了双层夹胶的形式 然后上了车之后 现在我把整个的座椅 拉到了最靠后的位置 也就是完全不考虑第三排的空间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四座车的模式 在这个模式的情况下 我把腿拖直接打起来了 然后靠背稍微往后靠一点 这就是一个航空座椅 左边这个扶手是可以抬起跟放下的 便于你上下车 所以基础这些东西看起来 还都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座椅是带通风加热跟按摩的 并且这一代车型 升级了前后的电动调节 就不再手动调节了 因为手动调节 确实对老人和孩子有难度 而地板是纯屏的 这都是没问题的 前面这三个盒子分别是背件 而这边是点烟器 底下是一个储物盒 两边都是有桌板的 这个非常好 并且这个桌板 就是HALO最喜欢那种 特别结实的桌板 这个出现在绝大部分的NPV的车型上 因为大家都发现说 这个桌板 它的脚链还是很结实 并且桌板还是很厚实 这个桌板真是能承重压力去压的 所以市面上主流的好用的桌板 99%都是应该这一个配套长产的 非常棒的这个桌板 很喜欢 并且给了两个 还是挺好的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座椅的感觉 首先这个座椅 它的安全带是在这边的 可以往后放躺一点 这个座椅跟前面的小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海绵你给我调软一点 更多的下陷一点感觉 包括靠背 你给我来点轻微的包裹 可能会更好 所以我觉得厂家可以继续去优化 前后座椅 倒是第三排咱们去试试 它海绵一个下陷的程度 脑底上是有天窗 然后这块是顶制的空调的控制区域 这都没什么太多问题 好 我们现在把第二排挪到距离 第一排两拳的腿部空间 咱们看一下第三排 OK 两拳的腿部空间 我们现在上第三排 我们把这个右边的座椅 给挪到前面来 电雨在这个缝里拍到第三排 它中间这个过道的宽度 还是不错的 并且这车的垂直高度还挺好的 尤其上面这个天窗 然后这么着过来 OK 好 现在坐进了第三排 我这个第二排是比较慵懒的坐姿 坐进了第三排 首先这个座椅的高度 包括这个请求的角度 倒是适合成年人 它不是那种的特别低的 临时过渡的座椅 这方面首先是要表昂的 但是有个小问题 它这个座椅两边 就凸起一个 它侧面的这样的一个帮 让这个帮就护着你腿 感觉这个左边跟右边这个腿 如果坐在两边是稍微点顶着的 不知道它这是护着是啥意思 其实这个帮没有的话也还好 没有 无非就是你直接就 坐的时候就会挨着这边的轮拱的包 因为它毕竟有空气悬架 整个这轮拱里面的还是比较占空间的 它这个包可以削薄一点 让这个腿部空间 左边右边活动量会更大 这个座椅的皮质跟这个下线的感觉 第三排反而比前两排会更好一点 还是有一些包裹的感觉的 这皮质跟前面是一样的软 因为这个第二排可能座椅比较厚 然后外加上后备箱留的近身也比较长 第二排腿部空间 我正经微坐的姿势 是可以塞进三指的 看来这个座椅如果削薄点 包括后备箱如果再往后推一点的话 可能会更好 这边呢 玻璃的面积 包括这个通透的程度 以及上面这个米色的内饰 即它是一个七座的模式 中间这个通道 给人的视觉通透度还不错 没有一个关在后面的 比较UB的感觉 然后这后排呢 是增加了ISUFX的 儿童按键座椅接口 这个接口呢 就意味着 你如果觉得第三排空间小的话 你可以把儿童按键座椅搁在这 然后小朋友坐在这 第三排也是没问题的 毕竟家里面出行 都是大人跟小孩的一个组合嘛 然后至于说床椅背间啊什么的 这些在这都是有的 然后角度是可以进行调节的啊 好 我们现在该开了 MPV呢 开起来 它的行驶的舒适性啊 质感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再回顾一下行走官的硬件 空气全架 CDC 加上整车的5米31的长度 前双X2B 后多连杆 前150千瓦的前电机 后160千瓦的后电机 43度左右的电池 1.5T 149马力的发动机 这种形式呢 对于MPV来说 还是能解决大家一些问题的 比如说呢 我们是个纯电的MPV 今天老板下飞机 说我们立刻去石家庄 这时候你只剩半箱电了 那再去石家庄的路上呢 这半箱电勉勉强强能够 但是有点不太稳妥啊 趁着老板上厕所啊 你补15分钟的电 那肯定能稳妥到石家庄 老板办事 你去充电 充完电之后呢 把老板拉回家里面 这是OK的 但是呢 转眼说小韩 咱们立刻去河北后城村 去大石头底下办个事 那从机场到大石头过程中 那补能就会非常的麻烦 所以针对这种场景的话 纯电就有些局促了 就有些里程焦虑了 那这个时候 插电混动的系列的车型 的MPV就成了一个香波波 好 那么再回到新梦醒家的MPV的车型上啊 动力的方面呢 是这样 首先MPV 你要满足七人 满带行李过程中的一个动力的能力 基本上呢 按照我的理解来说的话 180千瓦以上的电机的功率 推动七个人满带行李 正常的跑到120 包括有一些在中高速的情况下 在超车180千瓦以上就已经是足够了 我自己呢 也是有两驱的MPV的车型 也经常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去跑 那这辆车呢 前150后160加在一起综合功率 电机的方面就起码做到了310千瓦的动力 所以绝对的动力能力层面 你再做七个大胖子 再装满了行李 包括电机的这个前段比较猛的这个特性加持 所以这个车的动力会给你感觉非常充足的一个MPV的车型 完完全全的不用担心 电门的脚感的方面呢 我现在是给它搁在舒适模式 我也不认为MPV的车型应该把电门搁在运动的模式 没有任何的必要 因为动力已经非常充足了 哪怕是舒适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电门还可以做的很温柔 很线性 这个绝对是一个MPV车型的美德 所以这两点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然后同时MPV的车型呢 我还比较关心刹车是否会点头 因为我自己那个两区的插电混动的MPV 刹车就有点点头 有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就不太喜欢坐 那这辆车呢 的刹车我去细品一下 整个的前段还是很柔很慢 外加上空气悬架呢 一定程度内的 它可以去调节某些单独情况下的支撑 对于刹车点头这个支撑 哎 这空气悬架还是有水平的 所以呢 这个车的加速刹车方面的线性程度 都做的还是可以的 不用担心在这两个方面 因为加速抬头 刹车点头 而导致车内乘客晕车 这方面不用担心 悬架的方面呢 因为是有CDC的可调的悬架嘛 那整体来说 搁在舒适模式的时候呢 它就属于是中位值偏软 但不是那种忽忽忽忽的 傻软傻软的悬架 寒露其实是喜欢傻软傻软的悬架 然后家里面的乘客稍微有点不太喜欢傻软傻软的悬架 他们还是喜欢像梦想家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硬度的软悬架 那我因为自己开嘛 那个越软越忽悠我越高兴 但是确实容易上下的百富大的话 车里面乘客是容易晕车的 所以现在这个车在舒适模式下的整个空气悬架提供的行驶质感 就属于是有支撑性的那种的软 应该是对于晕车来说也是抑制的还比较不错 转向的方面在舒适模式 这个车并不属于是轻的转向 一般来说舒适模式有可能转向会做的比较轻 但是呢以我现在的感受的这个力度 比一般的中位值还是要沉的 正是因为这个转向比较沉 外加上5米31的车长也确实比较大 我呢离前面的鼻子也是比较远的 所以这几个因素综合在一起 那新梦想家的车开起来的 个头体量感确实是像是一个5米2以上的车的个头体量感 并不是那种的特别轻轻盈盈的 让你感觉不到这个MPV个头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驾驶的风格 那这是有利有弊的 我寒露更喜欢那种呢最好没给我存在的 因为我整体来说开这么多年车感还比较不错 有的一些人还是喜欢像现在这种能感觉到体量感 他开车过程中会更加的谨慎啊 包括拐弯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双刃剑 根据个人不同的喜好风格来决定了 然后再轻一点点就好了这个方向盘 在隔音降噪的方面呢 因为整体来说悬架还属于是比较软的风格 所以来自于地面的细碎震动带来的 传到车架子上这样的噪音是没有的 外加上前后电机呢 它的低频跟高频的声音过滤的也还是不错 没有什么太多声音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50厚度的蝎子的胎 我怎么感觉的胎道比我想的还是要大了 并且很明显就是前胎 因为我可能离后面比较远啊 前胎的胎道是比我认知的要大了 起码20%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太阳打太足了 还是什么样的其他的原因啊 风噪比我想的还是要强 因为这车正面撞风的面积也是挺大的 但是现在开了这两天的情况下 甭管是像现在的四五十公里的中低速 还是在高速上七八十公里八九十公里的速度 是没有明显的感觉到整个的前端 有任何的一个比较强化的风噪点 风噪意志还是挺好的 电池的方面呢 之前老款是25.5度 搁的这么大个车电池并不算大 但是如今升级到了43度的电池 就已经算是挺大了 因为同档次的竞争对手 好多的电池都是没有它大的 并且厂家公布的CLTC的纯电续航 听清楚CLTC不是含路实测 是可以做到236的纯电续航 所以这样的情况呢 那咱们就算再打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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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测的过程中 做到150到200之间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纯电续航相对于之前要涨了很多 让它的整体的综合续航 我觉得实测的值突破1000公里也是没问题的 当然了它的CLTC的整个的油加电的综合续航 就超过了1200公里以上了 这个跟实测值肯定还是有一些些许的差别的 好 我们静态动态都已经看完了 我就能感觉到这次新梦想家的升级的力度 还是挺大的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电池 电机 舒适配置 这些的都进行了升级 还是比较少见的 基本上大家升级三四个 一些的配置就OK了 但是这么多的核心东西都升级的话 还是要给一个表扬的 那整体来说性价比跟竞争力就会提升了 我觉得在三四十万 如今打的最火热的MPV的市场里面 新梦想家升级了之后 它整体来说在这个里面的战斗的能力 相对之前有了一个比较长足的进步 大家去PK的时候 就可以更多的把它跟竞争对手们搁在一起去PK 来决定买不买了